另一件樹枝斷裂 砸中路人的事故 則是發生在昨天下午四點多 造成一名三十多歲的女子擦傷 一名劉姓女子 在昨天下午四點多 走在基隆路二段 和平東路三段路口時 因為人行道旁樹木的樹枝斷裂 遭到掉落的樹枝砸中 劉姓女子意識清楚 經過救護人員現場減傷後 發現她的肩膀和背部有輕微擦錯傷 將她送醫治療 這也是臺北市 昨天第二起路樹掉落 砸到民眾的案件